秦楚联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秦楚联盟 秦国的今后的战略非得向楚国那边转变 由于这个地缘政治的原因 秦国和楚国没有根本厉害的冲突 所以秦楚联盟是一个最佳选择 到秦康公的时候 这个联盟要继续继续去探求 怎么样联起来 秦康公时同时执政的楚国的国君 楚庄王 我们知道楚庄王是那么个人 三年不明一米金人 三年不飞一飞冲天 所以三年之内啊 他还在花田酒地了 为什么这样 因为楚国内部贵族的争斗 非常激烈 非常复杂 这个楚庄王即位之后 得让你们斗一斗 咱就花田酒地的不理正事 在这个时间之内 秦国详续和他联合是很难 当然楚庄王并不是说 一定等到三年 咱们才飞 才叫一声 不是 就是起初让他们贵族的 这个斗争 火兵 干完了 来收拾 所以楚庄王即位之后 不到三年 楚国不是内乱吗 乱得那么厉害吗 这个是周边的那些个 国家和民族 一起向楚国进攻 他们没有联合 各干各的 因为大家觉得 楚国现在有事 这事不干 什么事干 其中最厉害的一支 是雍国 雍国在哪里 在现在湖北省的竹山 这个国家资格很老 当殷商末年 周五王 讨伐 伤咒王的时候 有诸侯联军支持 诸侯联军 牌手都是哪个国家 雍国 所以雍国 对周代的建立 为周五王 这个伐咒 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当他很强势的时候 楚国是什么呢 楚国 因为他的祖先 做过文王老师 跟他封在一地方 在湖北的西部 纵横武师里 那么小的 相当于现在一个大的乡镇 这样的一个地方 但是春秋时期 到了东周 楚国日渐强盛 但是雍国日渐不落 情况对比 发生了一个彻底的变化 所以雍国 已经很长时间 对楚国成城 楚国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现在问题是 楚国内部 都成一国州 所以雍国觉得 有了机会 攻打楚国 在进攻楚国的 这个各个国家民族 中间 雍国是最厉害的 只要把雍国干掉了 其他的可以通过谈判 来解决问题 楚川王现在实施 发动对雍国的进攻 但是得有人帮助 楚川王联合了两个政权 一个是八国 现在的重庆一带 另一个就是秦国 所以秦国八国的军队一来 这个抄了雍国的后路 再说雍国人那个事 觉得楚国人也不过如此 楚川王呢 则采取另外一种战略 就是交兵战术 打一仗我败一次 再打一仗我败一次 因为有计划的失败啊 自己绝对不会受多大损失 楚国人 楚国军队和雍国 是七战七败 败给你看 一直败到雍国人 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楚国算什么呀 不足挂齿 到这样的情况下 三国联合起来 就是楚国 秦国 八国联合起来 把那个雍国 给抹掉了 所站的地盘 你楚国站得归楚国 八国站得归八国 谁站归谁 所以从此 没有了这个雍国 那么也就因为这一次 帮助楚国灭雍 秦楚之间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他们对前景 对战略前景 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灭雍对楚国的好处最大呀 因为楚国要向北方扩张 最怕的是有人抄后路 而且是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来抄后路 所以一直呢 战战兢兢 不敢放手啊 向北方去对付近国 这次好了 灭雍国和秦国之间 还有一个中间地带 缓冲地带 就雍国原来的地盘 和秦国不存在冲突 因此 他们之间应该实行联合了 他们的联合来迟了 来得很迟 因为在秦木工的时候 秦楚之间的联合 从后来的某些文献来看 那个联合已经是水到渠成 秦国人把那个文字刻在石头上面 有那么块石头上面 刻在文字里面 是这样清晰地表达的 这文章里说 习我先军秦木工 即以楚城王 使努力同心 两帮若一 判以婚姻 正义齐盟 约 爷万子孙 无相为不利 说那个时刻 咱们结成友好的时刻 穿着华美的礼服 来成婚 穿着庄重的礼服 来定成盟约 而且互相约定 子孙万代 咱们互相 只能够交相利 不能交相害 这样一种情形 建于文献记载的典型的情储联盟婚姻 其实只有三次 第一次呢 还没有指出 秦木工和楚城王 是谁的女儿嫁个谁 是谁娶老婆 这都没交代 这是他第一次 这是他第一次 实际的第二次 是在秦景公时代 秦景公把自己的妹妹 嫁出去了 他嫁给了楚庄王的儿子 楚公王 那么第三次呢 那就很有名的一次了 就是导致 吴国 灭楚国 占领楚国首都的 类似婚姻 那是后来的 建于史书记载的这么三次之外 秦楚婚姻 比他们战略上的联盟还要多 所以在秦国的朝廷里 形成了一个楚氏的集团 在楚国的朝廷里 还有一个秦国的集团 因为平常啊 这些婚姻 他无关大局的 他没有做记载 那么现在我们要说的是 第二次史书记载的 这是秦楚年音 断绝 秦景之好 开发了秦楚年音 秦景公在位四十年 他在位的时候 把他妹妹嫁给楚公王 这楚公王啊 看那个嗜好表面 看起来不怎么样 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非常温和 非常谦虚的 一位楚王 这个公字读着公 他和公金的公相通 那楚国历史上啊 还很少出现这么一位 千功有礼 头脑清晰 又不软弱 但是他也不急躁 不暴略 很少出现这么一位 有一位名叫 一位名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究竟隐藏有哪些深意呢 秦清宫既然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楚公王 那么今后军事上的联盟自然是他们要谈的最主要的问题 那个婚姻是次要的 军事联盟才是主要的 所以这个联盟一旦一行敲定之后 秦清宫就放手地对晋国发动了一次的进攻 秦清宫要求楚公王出兵帮助 楚公王立马答应了 但是楚国的另应子郎 这个子郎是很有远见 看似很全面 楚国另应就是国下 他是楚公王的弟弟 他对楚公王说 他说现在啊 现在的晋国很厉害 他的国内呢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年轻的国君 这位国君啊 可是有大智慧 天赋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 他就是晋国的最后一个霸主 晋道公 十四岁来做这个国君 他不能容许大臣们去把他当做快乐 所以进朝廷第一件事啊 他要跟大家说好了 老天爷的安排 让我本来不想做国君的人来做 所以进朝廷不是说 多谢各位上亲各位大夫 让我来做国君 不 老天爷的安排 让我来做国君 那么现在我面临着 可以做 也可以不做 这样一种处境 做还是不做呢 看各位大夫的意见 你们说 一定要我做 我就做 说不做 他就不做 我是可进可退了 众大夫啊 都跪在地上啊 一直认为你应该做 他说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 现在我要发布第一道指示 前面士君的人 可以出去斩首 把些官员 是不作为的 罢掉 哪些人 有作为 不在位的 升起来 这人很厉害的 这个进道公 进道公在位 所以子郎说 这人不好对付了 很厉害 自从他上任以来 他国内啊 政治清明 可以说是阵痛人和 力量又恢复到 过去霸主的地位了 所以不可为敌 咱们暂时的 只能采余中太多 好好伺候他 咱把关系搞好一点 不要打仗 打 这人太厉害了 子郎的意见是对的 但是 楚公王说 咱说话得算数吧 我已经答应了秦国 支持他 咱们现在的秦楚联盟 就得支持 他跟弟弟说了 就得支持 于是派出一支军队 进驻到武城 坐下来 这里对靖国 形成很强势的威胁 就得考虑这一次 对我 都在这儿 随时发动进攻 全力对付 这时候起进攻 过航河 率领军队 杀入靖国 也正凑巧的时候 靖国闹饥荒 人们吃饭也吃不饱 所以靖国是完全没法对付 被秦国是蹂躏一番 最后退走了 楚国人虽然说 军队驻扎在这儿 大军队 身处强大的威慑 就让秦国在这里 打了一大胜仗 走了 那么靖国 为了表示报复 因为春秋时代 每打一仗 都得还一仗 没有说你打了我一次 我不还你一次 你打我一次 不管是你胜 还是我胜 我都得报复一次 所以直到第二年 情况稍微好转 靖国才象征性的 去进攻秦国一次 已是对前面的一次 在秦国侵犯靖国的报复 秦国和楚国的联盟 初见成效 这后来 秦国和楚国 互相默契地配合 弄得靖国手忙嚼烂 所以那个靖道工 你不管怎么厉害 你面对了一秦国 一楚国 在两个手对付的之二 他也实在是 没有更好的办法 战争的焦点往往 都是集中在 两个中不溜秋的国家 一个是宋国 一个就是郑国 郑国敢欺负的 也没别的国家 就宋国 所以郑国攻打宋国 主动地去攻打宋国 这个宋国一被围 那还得了 靖国就不远了 靖国一动不动 就邀请好几个国家 来救宋国 救宋国就要打郑国 那郑国没办法怎么办 扶呗 投靠呗 郑国投靠了靖国 这个郑国本来 早就是楚国的盟国 你投靠靖国 投靠之前我要来救 如果真的投靠了 我的心事问罪 你的再回到我的阵营 对 靖国人带着联合国军队 为救宋国而打郑国 打了郑国 郑国服了 那靖国人和诸国联军 撤走了 监国人撤走了 楚国人来了 楚国人这是来不是来救了 原来是救郑国 既然你投降了 咱们就兴师问罪了 浩浩荡荡 杀奔郑国而来 郑国的国军啊 早有准备 这抵抗不住的 带着群臣 出城去迎接楚国 你还没打 没动手 咱 本来就是投靠灵的 我救你附属国 实在没办法 咱们不得不凝视投降一下 这样的处理是合适的 楚国人一走 怎么样 金国人又来了 这次来对不起了 包围了 包围起来的 他说楚国人这一下来不了 来了 咱们有办法对付 中国的国军没办法 和谈 这次和谈 不能一般的谈 你这做出的贡献 拿出的东西来 中国国家也不是特富有 也不是很大 是吧 能拿出来都拿出来 乐队啦 乐师啊 乐器啊 各种名贵的乐器啊 打得边钟啊 边庆啊 然后呢 就是乐队 还有表演队 美女 还有光输这些还不行啊 还在说什么呀 战车 大车 大车是平常做的 战车打仗用的 还有兵器 等等 一概都得出 所以晋国 这个打也没打 大胜而归 回去了 那么按照我们前面说的顺序 现在该谁来啊 该楚国 是吧 楚国又也来了 楚国还没来的时候啊 秦国也得动动心思了 经过这么强大 趁着那个进道工 还在郑国那里 包围郑国 索取贿赂 索取战利品的时候 秦国军队 杀下了 靖国 靖国有个释防 在那里防御 看着秦国呢 就来了两个大宿长 两个大宿长 一个叫宿长包 一个叫宿长武 宿长包先攻进了靖国 释防觉得人数不多 基本上就没设防 哪知道一攻就攻进去了 公进去了 正在抵抗的时候 宿长武从第一个方向包围过来 一下子把禁军打得大败 所以他们现在才知道 以前他们靖国之所以 每次打秦国 是屡屡得手 那都是设计的好 都是打埋伏 都是暗中下手 真正在这里啊 正常用兵的时候 才看到秦局是多么的英勇善战 这是靖国被秦国公开进军 打败了他的军队 到秦楚之间再次合作 秦国派了另一个大宿长 叫做吴迪 楚国呢 就派了他的令营 子朗再次合作 大败进军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要不是有这个 清楚联盟的话 就凭着进道工 那么一个天才的政治家 军事家 那么清楚两国 都可能吃大鬼 之所以没有吃到大鬼 这还是因为 有清楚联盟 诸侯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暂时告一段落 因为下面来国军还不了解国家大事 怎么就继续这个秦楚联盟呢 所以趁这个机会 趁着楚公王去世的 办丧事的这个当口 建国联合了十三国军队 再不是八国联军 是十三国联军 再一次的发动对秦国的大规模进攻 秦国的国军 我们说了 是秦景宫 在位十八年了 现在的经验也非常老道 他知道过去秦皇宫 那是没有什么准备的时候的后退 是被打得节节败退 现在咱们的 有计划的后退 十三国军队 咱们就这么去拼啊 不行 那要吃亏 所以你打进来就打进来吧 咱们退就退吧 诸侯联军打过黄河 再次的打过卫河 在打过金河的时候啊 大家就都不肯向前了 因为这个是被迫来的 是霸主的命令 再说了打了这么久吧 和秦军很少交锋 一旦有所交锋 也没占上风 秦国人家是由计划的撤退 他在托我们 他要托死你 联合军队 一托再托 托到上游的时候 秦国人啊 放下话来 你们年军可兜的注意了 在金河里的水 不能喝 这是秦国的 你们喝的要死人的 为什么呀 秦国人在上游放毒 你想想这个秦国的 这个金河一放毒 联合军队怎么办 不相信 因为秦国人吓唬我们了 照样喝 照样喝 喝了就死 所以这毒死不少人 不是没告诉你啊 所以这个联合国的军队啊 这事才感觉到 进不能进 住不能住 你进 人家又退 托使我们 你要住下来呢 这水也不能吃 怎么办呢 这各个国家的军队都在考虑自己的事儿 秦国的统帅叫做巡演 巡演了为了提升联合国军队的事情 就下了一道命令 就下了一道命令 明天早上把那个赵哥填平了 大家武装起来 看到我的码头下哪方 你就下哪方 奔走 这里有了一个成语 马首是瞻 他本来是为了提升一下这个联合国军队的士气 首先是他进国军队的士气 现在大家疲劳不堪 谁也没想打仗 没打到秦国人动不动被安一下 动不动喝了毒水 所以他提升士气 但是靖国有一个将军 叫南烟 可不服气了 所以咱们在靖国 一代一代人为靖国服务 咱们在靖国从来没听过什么这样的命令 是不是为于马首是瞻 我的马首向东方军了 他说 你不是向西吗 还要进攻吗 我的马他怎么样向东呢 于是带着自己的部下撤 他再一撤 其他各国都想撤 所以巡演一看 不对呀 撤呗 都撤 各国军队只等这个命令了 所以呼了一下各跑各的 这次战争呢 是打得非常无浪 那乱爷他是跑了 他弟弟不服气 咱们这战争叫什么呢 叫抱越之义 前面是人家打我们 在越野打败了我们 我们是来报复的 就人家两个大树长 来把我们打败了 咱们来报复的 我们报复的什么呀 什么也没报复 所以不服气 于是这个南爷的弟弟啊 叫南真 他就约了一个人 叫做施压 咱们俩杀回去 两人呢志同道合 一起杀入秦军 那知道秦军现在 是来围剿理的 是来追赶的 追杀的 所以一杀进去呢 这位南爷的弟弟啊 南真 就战死了 被秦军哥杀了 施阳是逃回去了 南爷弟弟没回去啊 南爷就找到施阳的他爹 叫施盖 老将军我跟你说了 这一次杀回去 我弟弟是不愿意 是你儿子鼓动的 但是我弟弟没回来 你儿子回来了 所以你把你儿子给赶走 不能待在静国 待在静国 我要杀了他 为我弟弟报仇 是他邀我弟弟去的 其实这事啊 真是那个南真 邀的施阳 施阳现在有口磨变了 说当时谁叫谁 杀回去的呀 说了你谁姓啊 谁作证啊 没人作证 所以施阳没办法 逃跑了 我哪跑呢 投降秦国去了 这个静国人啊 内部一闹矛盾 怎么一搞 就像世贿一样 投到秦国 这秦国人啊 还真是憨厚 静国投来的就是住下 相待于你 然后静国人要把他落回去了 就回去吧 这个施阳 投下了秦国之后啊 秦警工就把他请来问问 你们静国的一些大夫们 谁最先拜 谁后拜 是为什么 这个施阳啊 就一一到来 乱世先拜 为什么拜呢 因为他们胡作非为 他们装横跋扈 但是呢 拜的不在这一代 还在下一代 为什么 因为他们祖上啊 立有功 一一分析 一一到来 秦警工说 你来投靠我 你对静国 秦国太了解 你讲的道理啊 都是秉公而论了 你是个人才啊 于是秦警工 派人送信 到静国去 说你那个事要投靠我 对你静国来说 他真是个人才 非常不错的 我就跟他输个情吧 让他回去 官复原职 你看敌国的国君 秦警工 因为秦警工资历老啊 你打仗也没打过他 人家说你的施阳 是个人才 说静国的大夫们 也都认为是这样 所以静国也就接受了 施阳又回去了 由此看来啊 这个秦国的历代国君 在这个问题上 从来不承认之危 前面的社会不这样吗 投靠我 住了几年 还帮我的忙 打了静国一次 但静国人还派个卫寿鱼 来策反 把他弄回去 回去就回去吧 我答应了你 你回去以后 你的家属我送回去 说到就做到 这秦国人 这个很厚道 一位名叫石虎的网友提问 秦军在京河给联军下毒 是否确有歧视 在当时就已经有了通过生化武器 来进行战争的方式了吗 秦国那确实是在京河上有下毒了 这个时候的静国啊 出现最后一位著名的霸主 就是静大国 年轻的霸主 那些霸主特别厉害 那是中国的亚里山大 但是他不见得不打败仗 他也就吃了秦国的一败仗 叫做月之战 为了报复月之战 找回面子 秦国以霸主的身份 纠集了十四个诸侯国 向秦国进攻 打过黄河 打过魏河 然后呢 就也进行战 追秦军 这个秦国的秦景宫 在位四身的秦景宫 可比他父亲厉害 我不可以打 我就退 所以一直退 两军没有怎么交战 一退再退 不可再退的十二 秦军在金河上流投毒了 并且宣言 秦林们别喝金河的水 那很有毒的 是不是 而米河死的人还不少 所以这个诸侯联军 军系涣散 只好退兵 你退吧 秦国一个国家军队 倒在后面追起来了 所以秦国人嘲笑自己 这一次战争 叫做千业之一 千业很久的时间 结果是什么呀 是秦国没有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就是赵队的孙子 现在是上秦和赵武 赵是孤儿和赵武 和他关系很好 同时他又和楚国的令营 子牧关系很好 因此他两边游说 最终就达持了一个 逆兵的协议 也就是说春秋时期 各个诸侯国从此休战 不打了 既然净楚两国同意 那么再要征求意见的 就是秦齐两国 秦国七国本来说 这个争霸的事情和我们关系不大 但是既然想不打仗 大家都不打 那就不打呗 所以他们也同意了 于是这个 晋楚弥兵大会 所有诸侯国 按照规矩都得参加 在这里 首先是大富门谈判 讨价还价 最终呢 达持了一个协议是 让楚国的盟国 定期朝拜晋国 让晋国的所有盟国 要定期的朝拜楚国 那不是说仅仅朝拜一下 一个礼节问题 定期朝拜的时候要进贡的 原来向霸主要进贡的 原来大家只向一个霸主进贡 楚国的盟国向楚国进贡 静国的盟国向静国进贡 现在休战了 好了 所有的盟国既要向楚国进贡 又要向静国的进贡 所以他们的负担 从此以后乘以二 两倍了 但是有一条 有一条 就是秦国和齐国 他们和静楚两国 是在伯仲之间 秦国的所有盟国 不会去朝拜 包括他本人 不会去朝拜 静楚国 他们是平起平坐的 这样一次弥兵大会结束之后 整个春秋时期 得到了这么一段时间 有的时候十几年 有的时候达到四五十年 其实大概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 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争 但问题是了 这个弥兵大会 南方有两个国家没参加 一个是吴国 一个是越国 这两国家没参加 既然这两国家没有参加 向徐弥兵大会 弥兵会盟 那就意味着 他们可以不遵守 这个弥兵大会的任何条约 没参与 没签字 不承认 不接受 但是现在的吴国 强大了 原因 说白了 就是当时有一大美女 迎起来的 这一大美女是谁 她为什么 有这么大的能耐呢 请关注下集 谢谢 谢谢